脱胎換骨的珍惜 終於見到了聖兒眼中的那個世界 面對暴君姿態的對手 咒靈志在又該如何應對呢 大家好 我是五個光 歡迎回到咒術回戰的世界 上一話中陷阱與珍惜陷入危局 突然闖入了勇者大盜 卻拿過珍惜的長刀 斬出了驚天動地的一擊 藉由這一道 珍惜也發現了自己一直沒有看透的世界 與此同時 另一個闖入者三代 也展開了自己的領域 將珍惜拉入了相撲比賽之中 三代的領域十分特別 完全是為了讓他更好的鄙視相撲而存在的 所以這個領域 直接消除了相撲之外的一切功能 也正因為這個逆天的特性 可以直接消除所有咒術和束縛的效果 這個領域必須要得到三代 與夜戰之人雙方同意才能成功展開 在場地出現的同時 三代也向珍惜發出了正式邀請 來較量一下吧 相撲 可以 真的嗎 珍惜 你在想什麼啊 我想的有點太多了 讓我稍微放鬆一下 和隊友完成告別的珍惜 投也不回地進入了結界之中 隨著她正式踏入領域 這場特別的相撲比賽也正式開始 珍惜和三代的雙手同時出地 此時的珍惜仍在思考那個問題 我至今沒能看透的究竟是什麼 在珍惜擺好起事準備迎接對手時 三代卻在她面前虛晃一招 直接閃至身後 珍惜回聲一爆 卻被三代輕鬆矮身躲過 她的臂膀也在此時 死死夾住珍惜的手臂 以自己的後背作為支點 將珍惜的軀體直接摔出 在這一擊下 珍惜險些被直接摔出場地 拿下一局的三代也開始了她的言語 相撲真是太棒了 不過小姑娘 你的實力不止於此吧 開始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如果是正面較亮的話 我現在怕是凶多吉少了 說來聽聽 你為何無法專注 你在想些什麼 三代的話語讓珍惜直接愣在原地 因為珍惜一直以來 都沒有遇到能真正稱之為老師的人 這並不是因為她的傑傲不遜 而是她從未想過要依靠他人來變得更強 這一次 或許她人生中的第一個老師已經來到面前 她也已經準備好 把剛剛心中的疑惑全部傾倒而出 原來如此 你是不懂那個武士所說的話吧 這個我懂 被搶達的珍惜險些別處內傷 三代卻已站起身來準備收客 站起來繼續相撲吧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傳達了 三代和珍惜的軀體 在這個小圓圈內 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 三代眼中的世界也在同時 像珍惜毫無保留的展開 小姑娘 你被禁錮得太深了 都是些什麼啊 自己 對手 詛咒 說白了 就是人嘛 但是 相撲不就是如此嗎 在那個圓形的場地中 兩個人的肉體和靈魂 展開激烈的碰撞 這 就是交流 但人 終究是要活在這個圈子之外的 要想徹底搞懂一個相撲台上的人 就必須要走出這個圈子 當然了 不能真的走出去 那樣 比賽就輸了 只有在激烈碰撞的那一瞬間 才能把彼此 登上相撲台之前的人生 都傳遞給對方 彷彿用鼻子 嗅到陽光 用眼睛 看見聲音 用自己的一切 去體會對方的全部 當你能夠做到的時候 眼前之人的肉體跟勝負 都已經失去了意義 這 就是那個武士 想要表達的意思 也就是 自由啊 剩下的 就只能靠你自己親自體會了 開始相撲吧 兩人的躯體再次碰撞 這一局卻引得場外的眾人紛紛側目 隨著三代被摔出場地 只為相撲爾生的結界 也同時潰散 完成了蜕變的珍希 回到戰場 真正的天羽包軍 也在現世間 我感覺 好奇了 大稻荷獻祭 看著脫胎換骨般的珍希 金德幾乎說不出話來 除了珍希身上的變化以外 他們所用時間之短 也同樣讓人大感意外 而這也是三代的領域特性之一 因為領域排出了束縛的要素 所以結界內的時間流出 要比外界快得多 兩人在圈中鄙視的上千局 外界卻只過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對於珍希身上發生的變化 最難以接受的 自然是原本以為自己已經勝軒在握的職災了 他不認為珍希的蛻變 足以改變戰局 身體瞬間射入高空 再次開始了新一輪加速 仙姬看著空中不斷加速的職災 擔心剛剛的櫻木再次重演 面前的三代河大盜 卻早已擺好起誓 老夫還沒砍夠呢 我也還沒比過癮啊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啊 不知道 自己是何人 根本不值一提 沒錯 只要刀在手中 斬我想斬之物 老夫是誰 儘管交給旁人決定便是 我還想跟那個小姑娘繼續相撲呢 這位武士要不要也來較量一下 不 都怪這個小鬼來搭話 我們才被那個小姑娘搶先了 和地面上悠閒的氛圍不同 空中的姿態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為什麼 速度上明明就是我佔據了絕對優勢 為什麼就是抓不到 直在身體所化的流光 在建築群中不斷穿梭 周遭的建築也在兩人的追逐中激進崩塌 看著珍希再次出現在樓頂 直在快速出現在他的前方 準備在跨樓的同時進行伏擊 讓他有些意外的是 珍希居然放棄了一動 從房頂直接跳下 讓自己開始自由落體 直在所不知道的是 珍希此刻已經不再需要用肉眼進行觀察 直在的每一個動作 他周圍的一切都會全部告訴他 成長到今天這樣 珍希已經十分滿足 曾經需要借助眼鏡才能看到咒靈的他 在真意裡去後擁有了現在的身體 終於可以直接看見咒靈 和大家一樣讓他十分滿足 但這樣就夠了嗎 他無法控制的會去想 如果是那個人的話 一定也能達到那個高度 如果是那個人的話 一定會好不猶豫的把刀祭出 如果是那個人的話 一定可以追上那個速度 是的 只是和大家一樣還遠遠不夠 珍希知道 這個世界上一定有一些東西 只有他才能看到 只有那個人才能看到 穿強而來的紫哉 打斷了珍希的思考 在紫哉眼中 身邊空無一物的珍希 無論如何都躲不過他這一擊 你死定了 紫哉怎麼都想不到 珍希竟然在空中完成了躲避 因為此刻 珍希眼中的世界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 即便是圍繞著我們的空氣 也因為溫度和密度的差別 而散佈著不同的面 珍希此刻所做的 正是抓住了這些面 紫哉絕望的發現 珍希已經出現在自己身旁 而他裹挾千軍之力的鐵拳 也在同時壯壯砸下 落地的紫哉很快恢復了軀體 並且再次開始叫囂 你忘了嗎 我可是咒靈 這種不帶咒靈的拳套 來多少次都殺不死我的 就在這個時候 他眼角的余光 撇到了敘事待發的三代 大刀緊隨其後的一刀 再次將紫哉的躯體一分為二 珍希同時感到爆裂的一腳 讓紫哉的頭顱徹底和驅趕分離 比起身體上的傷勢 更讓他感到絕望的 是珍希身上和聖兒一般無二的 屁膩姿態 隨著紫哉的頭顱開始消散 這場戰鬥似乎也迎來了尾聲 就在這個時候 紫哉尚未瓦解的半解殘區中 突然伸出了一雙手掌 恢復人類模樣的紫哉 也從血肉中破涕而出 隨著紫哉成功展開領域 本期視頻也到了尾聲 下期之後 終於追上作者連載的進度 在漫畫沒有更新的日子裡 我也會開始嘗試 分析和情報的內容 雖然漫畫還未完結 但是一路追趕到這裡 還是有一種完結撒謊的感覺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觀看和支持 我是鬼光 我們下期再見